火車站前民眾大包小包 拖著乘重行李搭計程車 除了乘客自己動手搬運之外 司機也協助將物品搬上車 大多數的問獎都會熱心幫忙搬 不過有些民眾卻遇到不同情況 被趕下車骨 他看到我行李很多 然後他就趕快叫我自己拿一拿就下車 不然他就要多收我錢 因為很錯愕 就想說我就是帶個行李出來玩 為什麼我還要再多收錢 不只民眾錯愕 前主播劉涵朱臉書PO文寫下 來高雄搭計程車 被司機加收開車廂的10元費用 貼文一出立刻掀起熱議 在台南和高雄搭乘計程車 打開後車廂原本要加收10塊錢 不過這項規定在兩年前就已經取消了 兩年前台南高雄計程車費率調漲 當時就取消了開車廂加收10元的規定 並且增加颱風多收50元規範 回到排班計程車現場直擊 不少問獎停好車後 立刻下車幫忙打開後車廂 並且主動將行李搬運下來 而大多數的司機 已經不會加收10塊錢了 趕時間或行李太多時 搭乘計程車較為方便 而雖然10元只是小數目 不過取消規定後 如果有問長還想借此收費 遭到投訴後收到罰單恐怕得不償失 TVBS新聞愛嬌賢虛 段高雄報導